在公共场所听到嗶嗶声 要小心你的东西可能被偷了 这是就读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硕士班 黄思源的最新创作 因为我以前很常会自己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 那我很常会遇到问题就是 当我如果要去上个厕所 我桌面上的东西我会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说带走的话很麻烦 但放着我会觉得会被偷走 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为了解决进退两难的窘境 黄思源骗询资料 想要利用物品拿取受力点的压力 也会随之改变的特性 找到工研院技术研发的 可卷区压力感测面板 透过科砖技术的这部分 我了解到了压力感测的气这个东西 那它的功能的话是侦测重量 那我就觉得把这个技术 跟防盗所来做一个结合 黄思源初步设计的构想 希望感应范围从10公克到30公斤 小只一只铅笔 大到一个书包都能够感应得到 GoodLock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设计 那就是民众到的公共空间 像是图书馆或是咖啡厅 就可以透过指纹感应 来接到一个这样的装置 那装置拿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面板弹开 放在桌上 来当一个一般的桌垫使用 接着透过手机的APP 做好初步的指纹感应设定 如果说你要短暂离开座位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指纹感应的方式 来替你的面板上锁 那这时候如果有小偷来的话 他把你东西偷走 他东西就会叫像这样 发出警告声引人注意 也能够透过APP 及时传送讯息到使用者的手机 如此一来 可以让人在公共空间 暂时离开位置 不用担心物品被偷 希望我这个小小的设计 能够让民众更加方便 创新科技 让幸福生活无所不在